延波卿說的話就是自治鏗鏘 我都周不時看他那個網上的評論 是很到位 首先我講明了 小人之心度施長之福 你看施長的胸襟多大 有這麼豐富、豐厚的收入 都能夠捨棄來為公職、為香港辦事 你就來不及,要砌人 講水平,你又不夠人高 講領域,你又不夠人闊 你現在突然之間 當然主席,我反對這個動議 你突然之間暴風捉影 又要查人契,又要查人文件 如果別人不懂法律的,我都可以原諒 你是大律師 你在做這件事是Fishing Expedition 一個撈魚 你可不可以講得明確一點 施長我覺得你真的做那件事 真是很不對 拌過一百多二百萬 這麼少的你都去 但是為什麼你又會放棄你自己的那麼多業務上做那麼多專家 你的專長 做這個仲裁 你又來這裡撈了二十多三十萬 何苦呢 我覺得你反而給我感覺 郭榮鏗 你就是一個吃不到葡萄 但是自己又做不到 但是跟著就在那裏撩下撩下 沒有東西那樣東西你就撩出來 來搞 我們在這裏,你其實辜負了法律界對你的期望 你還是法律界的代表 你連村代表都做不到 我告訴你 以你的水平 看東西又不通 做東西又不懂 選過內會主席的東西 何君堯議員請你回來了 主席,我不是猜測他的動機 我批評他的能力的問題 他用這些文件來看來做什麼呢? 選過內會主席都搞不到 要花二十多個小時 他還要看鄭若驊師長 如果有任何什麼契具文件 涉及業務那些 他懂得看嗎? 浪費了我們的立法會的資源 剛才都在說 沒事你就找東西來做 找了出來你又不懂做 自己本身那些你又做不到 這些根本是完全是離譜了 你不是律師 不是大律師 我原諒你 因為你可以一派胡言 因為你不懂的 理論上你懂的嘛 但是你顯示給我看 你又不達標又不道班 你問這些做什麼? 主席 陳健波議員說得很對 你是作為立法會的代表 你是宣誓了 中國是擁護《基本法》的大佬 《基本法》裏面有兩個主導思想原則 第一 要保護中國領土完整 統一主權 第二 第二 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你作為法律界代表 《基本法》你都不看 你就走去問司長拿的東西來看 做什麼? 熟讀你的法律 擁護《基本法》是這件事 你在本土主義有做過什麼?批評過 何君耀議員請你回到這個辯論 我回來了 主席 這個是沒有理由的申請 我現在告訴他 是作為議員應該要有的風範 是擁護《基本法》 這個是否我們立法會議員在104宣誓了 為什麼你會去美國 唱衰香港的你就去做呢? 何君耀議員我再提醒你 主席 這些大是大非 問郭榮鏗問司長拿這個文件 看他就任之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 其後參與或涉及任何其他行業、商業、職業、商行 公司、私人或公眾商會 或其他類似組織、公共機構或私營、專業業務 尤其是仲裁有關工作 不論以主管、代理、董事及幕後、董事、僱員或其他身份 直接或間接參與或涉及有關工作 相關事宜 出示所有相關文具 補冊、記錄、文件 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 主席 正正就是我批評這件事 Fishing Expectation 是釣魚、撈魚、網魚、無中生有 但是應該要做的不做 不應該做就是搞振 這個就是郭榮鏗議員 這是法律界代表 在立法會這裏宣誓 104要擁護基本法 偏偏沒有做到 現在他做這些事實際上 是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 實際上如果要動 即是要批評 796裏面他有份的 主席 所以現在 還有 這個-60來的 我們有多少事情要辦 你來將我軍 要調查何君堯 可以 做 二話不說 梁卓廷 林卓廷 你一起做 就閃了去 怕到 怕到兩頭疼 現在你這個-60 跟著-61 -62 一連串 還要設立那些所謂叫做 專責調查委員會 你敢來浪費我們的時間 你敢來去做的表現 你是直接違背了 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你的行為就是違背了 我這個《基本法》你所發的誓言 主席 我完全不支持這件事 我在這裡重新說一句 任何一位我們的官員 做得好與不好 是另一回事 但是每個人都宣了誓 要為香港 為《基本法》 要效忠服務 但是在這一刻來說 你暴風捉影 侮辱了別人的人格 這件事你怎麼可以做 賺錢你又不夠人多 能力你又不給人高 今天你還在這裡暴風捉影 我看不過眼 本人僅此趁次 郭家麒議員 主席 我聽到何君堯議員的撥虎馬佳式的發言 我覺得很有娛樂性 不過我不想跟他說 我看到那些議員 剛才我剛才提到很多議員發言 就去質疑 為何我們要提出這個議案 而且那些議員說到 律政司司長是很慘的 就是为了做律政司司长 他的牺牲等等 是蓋过一切 不好意思 受罪的是香港人 有些这样的司长 所谓去服务香港人 受罪的是香港 我想重点回应一下 就是刚才何君义议员 就很语重心详地提醒小弟 就是说我没有资格 去代表法律界 原因就是说 我的水平是太低 处理内务委员会的会议 就又处理不了 他就说 在能力方面 我也都是不胜任 去代表法律界的议员 也都是文件都未识看 就是由何君耀议员 一位在法律界 这么高望重的一位人士 去这样批评小弟 其实都令到我挺心痛 尤其是何君耀 在法律界大家都知道 他是律师会的前会长 但还要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他也是英国大学 Anglia Ruskin 前荣誉博士 对了 这个是英国大学的前荣誉博士 也是香港律师会的前会长 不过应该是现任的政法大学的荣誉 法律博士 我不想搞错 所以何君耀在法律界 但他那种地位 确实是超然 由他没有了英国大学的荣誉博士之后 就马上获得中国的政法大学 去弥补他被人褫夺了博士的学位 你就看到何君耀在法律界 确实是一个很难得 很洁出的人才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要笑国家其议员 你不要笑 如果他不是这么洁出的话 为什么中国政法大学会是 你要记住他颁发荣誉博士给他的时候 是因为他对法律的贡献 他对法治的贡献 其实我初初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个政法大学 要颁发荣誉博士 郭榮鏗議員请你回来这个辩论 我现在回应着荷君耀議员 他刚才对我作出了差不多十分钟 他批评我说我不够水平 去提出这个意外 他说我不够水平 去作为法律界的代表 郭榮鏗議員 我都有提醒 何君耀議員去离题 所以我也都提醒你 请你回来这边 你刚才没有停止他发言 通常如果我的同事 我的兄弟 他发言 他离题的时候 你立刻停止他发言 刚才何君耀 我都会给机会和提醒他 等他回来这个辩论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请你回来这个辩论 我只是回应就是 何君耀呢 他是就着我作为法律界代表 他说我没有资格去提出这个议案 我只能够是很谦卑地 去接受何君耀議员 他这个批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说了就是 他本身 在被贼夺英国 Anglian Ruskin的这个荣誉博士之后 马上我们祖国的这个法政大学 sorry 政法大学 就是马上是颁回一个荣誉博士 就是感谢他对法律的贡献 所以我作为法律界的议员 主席我是谦卑地接受 一个何君耀议员对我的批评 那么我也都今晚回到家 是会反省 深切地 何君耀议员对我作出的批评 而也都明白 为什么中国法政大学 sorry 政法大学 对他颁法那个的荣誉博士 是什么呢 因为他对法治的贡献 而一位议员口口声声说 杀无赦的 而杀无赦之后就赞他对法治的贡献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深思 有些人说 喂 你始夺了他英国的博士 接着给他大陆的 那是不是公平 有些人说 你拿了我一个苏格兰的三十年威士忌 然后转个手给那狗刚双征走我 那这个是不是公平 这个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是一个公平的比喻 主席我离题了 主席我知道你想停我 不过我想说就是 这个不是一个公平的比喻 我相信法政大学给他 郭榮鏗議員 郭榮鏗議員 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来提 如果你再不回来这个辩论 我唯有停止你发言 请你回来这个辩论 主席希望你给机会我去回应 我已经给了机会你两次 现在是最后一次 还有你根本是重复着你说的 如果你不继续去回来做个总结 我唯有停止你发言 请你翻阀你这个辩论 我唯有赞扬我的法律界前辈 何君耀议员就到此为止了 就不可以再说 下一次我还有机会的时候 也都会继续向何君耀议员请教一下 主席其实今次讲的这个议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需要去隐瞒的 你是全部跟足了程序 填好那些 form 讲好那些东西 那你就拿出来去讲 司长 你就拿出来给全世界去看 就是那个委任程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是没有人有违规 没有人是有利益冲突等等 因为这样才是给到人 就是说你这个委任制度是有信心 你这个委任制度是健全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就应该拿出文件 那些文件是 我相信如果好像刚才 谢伟全议员 陈建波 修成波讲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你就拿出来 拿出来的时候 市民自然会看到 拿出在阳光底下 市民自然会看得到 听得见就是你做的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是不需要在这个议事厅 在那里为他胡短 又说在那里为他去讲 什么好说话 如果他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话 就拿文件出来 主席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看这个议案出来呢 就是因为很多市民 是很关心这个 问责制底下 那个委任制度 是不是出了问题 在这段时间 感谢观看